大家好我是Spark 农历新年邀刀了 有人欢喜有人抽 就看你是拿红包的人 还是给红包的人了 农历新年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一个高消费的时段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来分享 如何在农历新年期间 避免乱花钱 开心过好年 每次到农历新年前夕 花人基本上都会到超市 去进行一场大采购 这个我们叫做半年货 购买新衣服 家里的装饰 或者是新年时招待客人的 食物饮料等等 每个超市也会在这个时候 推出各种新年促销的减价活动 吸引大家消费 而很多人也就因为这样 看到这个便宜 那个也便宜 然后就买了一大堆 预期之外的东西 花了一大笔钱 所以首先如果要在半年货的过程中 理性消费避免乱花钱的话 最好的方式 就是在出发采购前 先在家里准备好一份购买清单 仔细的列好需要的东西有哪些 然后需要的数量是多少 到了超市时 就根据你所要的去采购就好了 不要被折扣蒙蔽了双眼 多做不必要的消费 比方说在清单上 你写下了只要买一箱的干 结果你去到超市时发现 第二箱半价 但因为你需要的只是一箱而已 所以除非你刚好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团购拿优惠 不然的话 干你拿一箱就好了 不要多拿不必要的数量 做不必要的消费 接下来 有的公司会在新年期间 发花红给员工 奖励这一年为公司的付出 但因为这笔钱被冠上了 花红Bonus的这个名字 所以会让你把这笔钱 放在不同的心理账户 把它当作是签上掉下来的Bonus 而不把它与你的辛苦工作产生联系 结果这一笔钱 就被你当作是一笔 额外可以花的钱 结果变成是有钱花随便花 但仔细想一想 这笔花红其实也是你辛苦工作的结果 是你薪水的一部分 需要被好好的看待 同时这笔钱也是你存钱的最好机会 想一想 你平时想要存钱的话 你会怎么做 你需要控制生活支出 在确保每天有饭吃的情况下 还要存到这笔钱 但 这个花红却可以让你在不额外耗费 更多力的情况下 就有多一笔额外可以存的钱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 假设这笔花红不是在新年期间一直给 而是每个月平均给出去 就好像加薪一样 以两个月的花红来说就好了 3000块的薪水就有6000块的花红 平均出来也就意味着 你获得每个月500块钱的加薪 你觉得当你获得500块钱的加薪时 你能够在不增加生活开销的情况下 存下这笔额外加薪的500块钱吗 相信非常的难 因为很多人在收入提升时 生活素质生活开销也会随之提升 但公司用分花红的方式 就像是公司先帮你存钱 累积了一年再一次过给完你 要存钱也就自然容易得多 所以当你一试过得到这笔花红时 应该要抓紧机会好好存钱 但说实话我也明白 突然间有一大笔钱进口袋 的确是很好花一下的 所以如果真的是想要花 那也应该要好好规划这笔钱 让这笔钱花的有意义一点 比方说当你决定要花这笔钱时 可以把这笔钱分成三个部分 用作不同的地方 三个部分分别是 奖励奉献和投资 第一个部分是奖励 顾名思义就是奖励自己 用这笔钱好好的犒赏一下 这一年来辛苦工作 这样再来一年也会更有动力 去工作赚钱 比方说带自己去一趟旅行 不够出国旅行的话 就住地住地马来西亚 本地旅游一下 不然的话就给自己买一个 一直都很想要买的东西 或者吃一顿好的也行 不要只是赚钱 也要适当的奖励自己 第二个部分就是奉献 这笔钱是用在别人身上的 比方说在新年时 给父母包一个大红包 感谢父母的培养跟养育之恩 又或者是把这部分的钱 捐出去做三次回馈社会 有孩子的话 也可以趁这个机会 教育孩子说 回馈社会 帮助有需要的人的重要性 取资社会 佣资社会 第三个部分是投资 这笔钱是用来创造 更大的收益的事情的 比方说 可以拿这笔钱来买基金 或者是股票 又或者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暴赌一些课程 学习一点新的技能 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花的话 至少把钱存在定期存款都好 不要随便乱话 等到有什么投资机会来临时 再来用这笔预留下来的钱 去做出投资 好好地擅用这笔额外的花红钱 除此之外 相信各位朋友在小的时候 新年期间 最开心的就是可以收到许多的红包吧 因为里面装的 可是白花花的钞票是钱啊 但这个时候 父母总是会很扫兴地出来讲一句 来 妈妈帮你存起来 别人的帮妈妈我是不清楚啦 但我觉得既然说要帮孩子存起来 那就真的要好好存才行 存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 在我之前的一个关于孩子 交易基金的影片里 就有提到一个叫做 SSBNI的教育基金储蓄户口 这个教育基金储蓄户口 是由BTPDN所推出的 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家长提早为自己的 孩子储蓄交易基金 以便孩子长大后 可以有一笔钱继续升学 这个SSBNI的储蓄户口 有几个好处 首先根据过往的回报率记录 平均都有4%左右 和定期存款差不了多少 但流动性却高很多 只要你开心 随时都可以把钱取出来 不用担心钱被锁死的问题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当你把你的孩子 作为户口的受益人 帮孩子透过SSBN储蓄时 你还可以获得最高 8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也就是说 假设你的所债的税率是8%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省下 640令吉的个人所得税 根据收入不同 最高可以省下 2240令吉的税 这个省下来的税 可以说是直接净赚的 详细的话 可以去看回我之前 关于讲解SSBNI的影片 总结来说 第一点在购买年货时 预先准备一个购物清单理性消费 第二 花红是最好的存钱机会 如果要使用花红的话 可以把钱分成三份 分别是奖励自己 奉献他人和投资 第三 如果是帮孩子储蓄红包钱的话 这可以考虑把钱存在SSBNI的户口里 在帮孩子储蓄的同时 又可以减轻自己的税务负担 一举两得 最后 我想让大家聊一个题外话 那就是 新年巨赌打牌这件事 虽然几乎每年政府和警察 都会一再强调 巨赌是犯法的 会受到法律的对付 但是大家对于相关新闻 或者是文告的反应 不害物都是 政府在为难华人 想要喝咖啡等等 因为大家的观念和习惯 就是觉得 新年就是要巨赌打牌 甚至还有人说 政府这样抓人 是不尊重华人的新年文化 但我想让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新年巨赌件事 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是文化 习俗 还是漏习呢 赌博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为什么平时不可以在家里赌博 但到新年就可以变成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警察抓人还要被骂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的孩子问你能不能赌博 你会怎么样回答呢 谢谢大家看完这个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 请你按赞留言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学习透过股票投资 来增长你的财富的话 欢迎点击剪辑你的链接来参与我们的课程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在这里祝大家 新年快乐 鼠年新大运 谢谢大家 我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 都会上传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影片 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记得在我的脸书按赞 然后按优先关注 如果你想要关注我的私生活的话 就记得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谢谢大家看完这个影片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咯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